我们面的重要性 满芝是应该再买两件衣服 她总是那几套衣服换来换去的 你既然有这份诚心 那我们也就只能笑那了 我的心意早就被伯母看穿了 别忘记我是满芝的经纪人 把她变得漂漂亮亮也是我的责任 是啊 我又不信吗 我像明星 马上就有同学待遇 怎么没话呢 他漏了 我再去给你找吧 你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偶像 歌坛最闪亮的一颗星 这颗星要被高高地捧着 这套衣服好 有时尚的风味 小姐 来试试这根皮带吧 姑姑 今天礼拜六 你就让我休息一下吧 好 就这样了 怎么样 看 谁说你没有明星的架势 再加这一条项链 就完美了 这太复杂了吧 我喜欢简单的名的 我觉得不错啊 云昆还是很有眼光的 看上去很高贵的样子嘛 我不喜欢这种贵气的感觉 太遥不可及了 不要紧 菲菲 选挑大方的 好的 对不起各位 让大家久等了 哎呀真漂亮 王姐 王姐 对了 我想让曼芝在记者会的时候 穿这套衣服 怎么样 这个可能要跟我们的造型师商量一下 任先生 您今天亲自来了 其实你不用那么费心 我们已经安排人到国外去曼芝选衣服了 是吗 你们会选的够吗 以后出席的场合非常多 你们又有预算的问题 我想曼芝第一张唱片可不能寒酸了 是啊 曼芝第一次出现最重要的 我们可不想让别人平头平足的 波姆请你放心 我们公司是准备用最高的规格 来曼芝打造这盘专辑的 包装歌手啊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我相信曼芝这个唱片的封面出来 你们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可是 妈 这些事情直接给公司处理吧 我们账东挑西选的 也不见得苦的唱片风格 你呀 就是好说话 不过这个衣服别的活动应该能用得上 如果曼芝喜欢的话 我没有意见 好吧 如果曼芝同意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王总监 我知道你是完美主义者 我们拭目以待 彼此彼此 有你们的协助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 曼芝 你歌词写好了吗 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进棚路了 时间蛮紧的哦 哦 我还在写 就快好了 冠明老师说 你好像已经写了 因为我写不满意的 所以还在修改 那好 最晚不超过星期一 曼芝 曼芝 入这一行 一定要学会减压 还有自信 曼芝她只是求好心切 她的作品一定没有问题 嗯 你冷吧 我看我们还是到车上等小薇吧 你的身体还很虚弱 上海的春天啊 虚文变化很大 我怕你着凉 没事 能得这么好的天气 我想吹吹风 我们春天的味道 干脆你去那杯热茶来 我们就当在喝下午茶 好吗 知道 好吧 我去弄 有什么事你叫护士 我去醒了 好 对不起护士小姐 打扰一下 那边有个病人 你帮我照看一下 好 谢谢啊 玉童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来这儿是开一个 医院扩展工程的会议 顺便向着有关专家 咨询一下你的病情 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院长我很熟 要不要 别忙 别忙了 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那天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都忘了问你的情况 你好吗 我还好 一个人挺自在的 一个人 前一阵子我搬出来了 手续也办了 怎么会呢 都这么多年了 难道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我 是我想要毫无顾忌的 享受回忆 聆听属于我们的音乐 那音乐声 永远回荡在脑海里 让我时时刻刻 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 体会到爱情的美好 琴璇虽然老去 但琴声依然悠雅 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都十几年了 你还是这么执着吗 既然摆脱不了 对月光的爱恋 就不想再伪装了 唯一的遗憾是 不能再听你亲手谈月光了 不 你还是可以听得到 优优独播riminal版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